1. 若不抽出时间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,你最终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应付自己不想要的生活。 2. 永远不要对任何事感到后悔,因为它曾经一度就是你想要的,可后悔也没用,要么忘记,要么努力。 3. 人的感情就像牙齿,掉了就没了,再装解是假的,掉了的东西就不要剪了,接受突如其来的失去。 人心不期而遇的惊喜,时间在变,人也在变,生命是一场无法毁放的全版电影,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,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。 3.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矮,不是恨,而是熟悉的人,渐渐变得陌生,不,失之贪然,贼之淡然,争其必然,甚其自然。 有些失望是不可避免的,但大部分的失望,都因为你高估了自己,并,是自己想要的,就大胆去追求,将军外战死,懦夫跨下生。 你若不狠点,世界就会对你残忍,鼓起勇气,勇敢前进,前进只需要一个理由,后退却有千百个理由。 7. 人总要找点事情做,将自己忙起来,忙起来才知道生活不易,才明白平时的忧伤都是矫情。 2. 每个人都要经历掏心超费付出,然后换来撕心裂背的结果,从此以后就会发现没心没肺的好处。 3. 有些人,只可远观不可见瞧,有些话,只可骂也不可说尽,朋友,在半焦,慢慢处,才能长久,感情,浅浅长,细细品,才有回味,朋友如茶,食品,香蕉如水,吃蛋,生,怕什么就会想到什么,信什么就会听到什么。 4. 让我们恐惧的,不是外面的世界,而是我们的内心。 11. 不要太早遇到对的人,人生的出场顺势真的很重要,我们在太年轻的时候遇见,除了暗一无所知,所以弄丢了对方,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,就会有不同的结局。 12. 有一些人的出现,就是来给我们开演的,所以,人一定要经得起假话,受得住敷衍,忍得住欺骗,忘得了承诺,放得下一切,百恋成精,暂定从容。 13. 你没必要原谅所有人,有些事就是不值得被原谅,跟大不大度没有关系,各有各的底线,做错了,就应该考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,不是每个对不起,都能换回来的一个没关系,珍惜。 14. 别人做得越绝,你反而越容易走得出去,所以很多时候,你应该感激那些毫不顾忌你的人,爱莫大于心不死,心莫过于此彻臂。 15. 张佳佳,15. 好像每次都是这样,没有例外,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,往往到最后,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。 16. 失望和生气不一样,生气不过是想,被人哄哄而失望,就是你说什么,我都听不进去变开,是理性思考这顿感情存在的意义。 17. 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儿,从来不会害怕树枝会断裂,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,而是它自己的翅膀,与其每天担心未来,不如努力做好现在,因为,成功的路上,只有奋斗才能给你最大的安全感。 18. 人性就是这样,自卑才炫耀,缺爱才花心。 18. 你的招摇,除了证明,内心虚弱,说明不了任何东西。 19. 不妨先做出点成绩,然后再去强调你的感受,否则,生命中只有鸡鸡歪歪,这么看都像是矫情。 20. 其实你的暗示它都明白,你的前台词它都懂。 20. 它的无动于衷,真的不是欲情故纵,它只是不喜欢你而已。 20.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更多相关资讯。